1月11日,副总统马路夫在雅加达副总统府会见了来访的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副部长瓦利德,并谈讨了一女与沙特两国间的关系等问题。 副总统发言人马斯杜基,11日,陪同副总统马路夫在副总统宫举行会议后表示,马路夫副总统在雅加达会见了来自沙特外交部的副部长和沙特驻一女雅加达大使,双方讨论了一女与沙特两国间的关系等问题。 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副部长瓦利德表示,他很高兴见到马路夫,会议上讨论了很多议题,包括有政府首脑任命的协调委员会的问题。 瓦利德说,他与马路夫还谈讨了两国经济合作,亲证认真,颁发草禁和夫朝以及巴勒斯坦问题,并就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达成了简短协议。 瓦利德补充说,沙特阿拉伯希望继续与印尼,在各个领域,特别是伊斯兰教经济领域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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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对于米兰美国。 Ekonomi Syariah yang Bapak Wakil Presiden meminta untuk bagaimana agar ada hubungan yang lebih baik ke depan dan persoalan industri halal antara Indonesia dengan Arab Saudi dua hal itu saya kira yang paling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Extend sekarang